王亚靖 女35岁广东人 北京外国语学院 营销管理专业 大家好 同学老师好 非常高兴来到节目现场 我叫王亚靖 来自于深圳 然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直从事电商的工作 经常两点一线的这种工作方式呢 让我养成了 除了陪家人烹饪以外 那我的工作就是我最大的兴趣 今天来到这儿呢 非常想找一份 有关于新零售电商方面的工作 谢谢大家 不像35岁 谢谢您 看他的简历 王亚靖 新零售行业当中的强者 这是他的标签 能够解读一下吗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自己的创新思维 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以前刚毕业的时候 是从事电视购物的行业 一直跟电商是有关系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自从马云提出来的 这个新零售 就是在于他如何去创新 自己本身企业存在基因的模式 下面去建立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我可以带着原有本身就有零售基因的企业 或者是新创立的企业去创造自己新零售的一个新模式 很好 很聚焦 那既然聚焦的话 我们就谈谈你最强的能力嘛 那你在电商领域有什么成就和成绩呢 在电商领域是这样的 我之前的话刚毕业的时候一直是从事电视购物行业的 那个时候我们是面对C端的 我带领的其实就是Cocenter的这个团队 有多少人啊 一开始刚建立的时候 其实人员不是特别多 可能是从30人开始起步 那后期的话到了电视购物最辉煌的时候的话 那从他分了好几个步 那这样的话就是差不多有上千人 你做什么事呢 我整个会员运营中心的负责人 最高的时候会员有多少人 最高的时候会员可能会达到百亿 百亿 对 太吓人了 百亿啊 是这样的 什么东西百亿啊 全球人口才那么点啊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体系 就是它是通过这个卫视台 然后输出就是全国 面向全国的这个群众的 就是全国的会员 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都会打电话进来 百亿次的呼入是吗 对 百亿次的呼入 就人次 不是人数 叫我们一跳一个是百亿人呢 人次 你吓死人了 我说会员 我能问一下这个百亿是以什么时间为单位的百亿吗 我们那个时候是按照季度去计算的 就是我再跟老师解释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说有百亿次的这个互出量呢 也就是不是光客户呼进来 我们会有一个外播组给客户进行服务 再回播过去 对 我们再回播过去 所以我们这个频次总加起来 真的按季度来算的话 是有百亿次的 不聊这事了啊 聊不清楚 聊得有点尬 出来了之后 你就做了挺美 是吧 对 我看这个简历当中 你在挺美干的 就完全不是你以前干的这个事了 你是做课程了 是吧 是 我是 其实我在电视购物的时候 我也是从最初的销售人员 然后慢慢的到培训师 再到运营总监的 那你在挺美干什么呢 那我们是做了一个挺美商学院 然后主要是输出我们的课程 你们什么课程 女性课程 就是教客户 教线下实体店 如何用社交电商的方式 方式留存住自己的会员客户 对 这种课程 以这个为主 这个课程 这整个商学院都是你一手操办起来的吗 可以这么说 这个点子是你想的吗 对对 雅静 其实我有对你所有的经历都非常的需要 就是如果真如这个简历上所述的话 我有非常适合你的岗位 今天马上我就给你开岗位 所以而且我其实看简历挺高兴是 你就是聚焦在电商这一块 而且还是我们健康行业的 特别匹配 所以在电商这 我现在看到你的能力啊 有运营 会员管理 社群 培训 等等 就是这样 你就最后说一下 你到底真高十枪 最牛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 可以结合各位老师 本身您行业本身的基因 来创新我们更新的新零售的一条思路 我可以把整个商业的营利模式全部做出来 挺美一直是做代理商制嘛 那你做的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做了什么呢 我在这里把整个代理商的会员的价值最大化 怎么最大化 我就是可以这样子 比方说我们可以把本身这个店存在的十万的会员 然后把它乘以三倍 可以线上线下相互运营 而且可以把整个他的店员做成合伙人合作的一种模式 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做这个商用商学院的形式 让你的会员实现了裂变 是的 我就想确定一下 你拿到手的年薪最高的时候是多少钱 一百万 一百万 对 那你今天来要面试的是新零售领域的管理层 那你要求薪水多少 三十到五十吧 一年吗 一年 你有地域环境的限制吧 你应该成了家嘛 北京 只能在北京 别的地方绝对不去 对 第一轮选择去货累 还有八点 好 接下来我们进来 天上热有才 来 我们进入职场经商课堂 重要决策需要领导拍板 他却总是询问各位下属的意见 名义上让大家畅所欲言 这是何用意 其实我觉得每个领导可能在让下属发表意见的时候 自己已经决定了他该怎么去做 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方面他是想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 到底是不是大家集体的所有人都认同的想法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他也想看一下自己的员工 到底是不是跟自己是跟着自己的思维去走的 说实话他不管是有决策还是没有决策 他如果愿意去倾听每一个下属的意见 他其实是想找出一个答案 他也是另外一方面同时也想听听 让员工畅所欲言 希望团队能够有能够激活每个人的创意和创造力 让他各苏几件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更考虑是管理 他在怎么管理团队 你这个说的我还挺认同 对 他不是说欲阳先逸 好像故意卖关子 他是真的想启发一下大家的思路 这里边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像杨生说的一样 就是如果你总是拿自己的思想灌给大家 大家越来越没想法 你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但是我从来不是的 你绝对是在松鼠AIE言堂的人 绝对不是 绝对是 绝对不是 绝对是 我的同事给我给我拍 不可以给我拍桌子的 因为我是希望大家说出来跟我相反的意见 我总是对他们说 哎呦谁敢说出来相反的意见 太多了 我都要太多了 我了解 马刚都很多 得了马刚小睡 你都不让他睡 你只要少去说 他会很婉转的说 但马刚说的非常多 我们可是有黑料的 我可是有黑料的 这样啊 就是他不招了一助理吧 是财务的是吧 最后利浩阳要说 我跟你说 我是学霸 听我的 然后 然后 那个对对对方跟你说什么 你是较大的学霸 我是这大的学霸 是有这样对话吗 有吗 有没有 我 有就有嘛 也没有错呀 利浩阳 他说的是否属实 他说的完全不属实 那个完全是在业余的时候 大家的玩笑 任何似是而非的玩笑 都是认真的 我觉得呀 这个你刚才说 至少有人跟他去争辩 至少或多或少证明 周围的人是不怕跟他争辩的 但其实利浩阳有一个问题 他肯定是一言堂 肯定是强势 但是他有一个另外一面 是他不阴着来 他都是明着来 在这点角度上会给别人一些 对他强势的缓和性 对 但是我们回到这个选手身上来 选手怎么会回答 跟他以前的领导是什么样的人 是有很强烈的关系的 但是我同时想 就在这个问题再往下问一下 这个雅坚 你会是这样的一个领导吗 我觉得是 你会针求下面意见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我会分两种 就是刚才有一位老师说的 我特别认同 就是比方说 如果我在真的没有思路的时候 我会开小会 我不会把大家全部放到一起 然后我会真的头脑风暴 我会听大家的建议 但是在这之前 我必须有自己的思路 必须要自己去做功课 然后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从你这段表录来说 你其实更善于向下管理 而不是向上管 你对老板的这个回答那部分 其实稍微有一点生意 好 此事就此达止 请陈老师做心理投射分析 首先这幅画好在哪呢 所有画桥的人 在沟通上都没有困难 因为桥梁呢 是沟通两岸的一个渠道 但是你要注意什么呢 既然画桥就应该有水 水代表着耐心 虽然你善于沟通 但是呢耐心不够 一定要注意和 无论领导同事 要加强耐心的这种培养 更重要的呢 既然有两岸 而你两岸太空缺太空白了 这说明你还在摇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到底是要 从左去桥的右方 还是从桥的右方来左方 这个也说明 你对目前的求职啊 还不确定 提醒你 要有自信心 要肯定 别犹豫 来 有事问吗 我问个 就就你说的那个 极具创新思维 对 其实我会有一点谨慎的怀疑 是因为你都一直在用一些 特别强的词汇 比如说你避免用微商 你要用社交电商 然后你要用什么新零售 是的 我不建议你这样 这些大词会先扔掉 对 举例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VR 就是VR这个眼镜 现在正在准备开始进中国 全部铺开 它会颠覆整个院线 如果你做 你会准备怎么做 你首先得问价格吧 两千 是这样的 我觉得如果您定价在两千的话 首先要看人物画像 就是它是哪些人物画像 可以消费的 然后通过这个人物画像 我们再来做它的策案 然后再去做推广 因为这个产品 肯定不是辐射到 所有的像我们以前 做社交电商的 这个中夏评农的 这个客户手里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去做这个调研 然后我们再通过 这个客户的人物画像 然后去做我们产品的一个测案 然后再去推广 我就觉得 从我的评判打分 我说你是学了一些大的词汇 也许大家都还不确定性的时候 用它来让自己贴个标签 你现在不如去落在说 我就是中层 想事干成事 我让社群 让裂变 让渠道变得更强 对吧 这些部分可能会 更给你加分 对 顺着这个石头哥的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还是挺喜欢 这个岗位的 都缺 但就像石头哥说的 你还要更细分一点 我给你几个选项 比方说继续做会员 很多企业都需要会员 或者做相关的培训和课程 或者直接做销售 如果在这三个里边 你会选什么 如果在这三个里面选择的话 我可能还会选择培训 马静 周磊你说吧 周磊是我们挺美的CEO 熟 对的 那个我刚给他了一个微信 然后问了你的情况 对他的评价呢 就是沟通能力和开拓能力比较强 是的 但是呢你自己讲了这么多啊 对 心灵兽这三个字 他的核心的灵魂是用数据来去提线下做管理 而你最欠缺的其实是数据感 是的 你现在要调整你的求职方向是培训为首选 对 所谓的培训就是运营培训 对 对吧 但是你看哦 刚开始我们看是某个业务的负责人 某个业务带业务结果 业务收入业务什么 一块的话你的薪酬年薪和你的岗位 其实你要要不要做调整 不要做调整 说高了是吧 因为我当时要的这个就是整个一个岗位的 就是薪资 并没有要到这个这个就是运营 一个项目运营的一个薪资 就是30万以下的岗位你是不接受的 对 来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一盏 直接进去谈一些你的伤感 我觉得你是聪明的 30万值得一试 我觉得我要试一下 我觉得绝对 因为我见过这样的女孩 她对数字不敏感 她对会员的拉心 她是敏感的 所以我还是有点喜欢的 雅静 谢谢 建国一从今年开始做C端的布局 现在我们今年刚刚启动了杭州健康有一 的杭州健康有一总部 建国一总部就是做健康品类的新电商 加新流量的玩法 目前合作的方就是阿里 所以我们放在杭州 工作地点可以在北京 也可以在杭州 做的呢 我给你的岗位就是社群运营培训 薪金我就给30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就是我 那我们的团队基因是什么 我们做的是生态公司的社交电商里面的健康品类 你可以把我想象成 我们大概有二三十个上市公司 一起做了把所有供应链放在一起 跟左边跟阿里合作 右边跟抖音合作 就做这个大的平台 所以你们做健康品类的 MCN机构 假设我们今天没有达成一致 我们也有可能可以合作 OK 谢谢 没有问题了 没有了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健康有益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健康有益 好 打个招呼吧 就不握手了 好 还好你今天碰上了他 谢谢你 再见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